百万 过来 你听不听话 不听话是吧 听话我就给你买好吃的 乖 就这样坐着 屁股坐下去 坐下去 乖 对 就是这样 大家好 我是小北 今天我在网上给我们家百万买的狗粮到了 我们来拆开看一下 来 给你拆好吃的了 在这 你看 你看这个是什么呀 狗狗 哇 它已经闻到了 你看 它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吃了 再看我就买的这个狗粮 我是通过上次那个视频 朋友们介绍说这个保路牌的好 所以我在网上买的这个牌子了 这一袋是2000克 也就是4斤 这一袋是69块钱 我们家狗狗应该是可以吃差不多一个月 可以吃一个月 我们家狗狗现在 它早上就是我煮一个鸡蛋 然后给一个蛋黄给它吃 然后中午跟晚上都是吃那个白米饭 用那个清炒的白菜或白米饭 有网友跟我说 就人吃什么狗吃什么这样好一点 也有网友说喂狗粮好一点 但是我通过这两天喂呢 我感觉这个狗的它营养跟不上好 所以我就给它买了这么一袋狗粮 吃来看一下 来 我先把它拆开 给狗狗先试吃一粒 看它喜不喜欢吃 来 狗狗 在这 它挺喜欢吃的 嗯 这个味道还挺好闻的 像那个花生米一样 我也想吃两口 百万 来 给我 来 给我 掉过来 给我 你不听我的命令 是不是 你胖不垃圾了你吗 哪里跑你 来 给我 来 掉过来 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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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百万 你这个坏家伙 不正义 走走 百万来我们家已经有四五天了 这马上都快要打第二针疫苗了 我现在好紧张的 因为我们农村又没有宠物医院啊什么的 所以我只能在网上给它买了疫苗 然后自己打 我又从来都没有打过 好紧张啊 朋友们有没有懂这方面的 欢迎大家在评论下方告诉我 还有就是 我现在平时就跟喂鸟一样的 然后把它关在家里面喂 它特别想往出去跑 但是我又不敢把它放出去 朋友们就是 还有吃那个什么 吃狗粮好一点 还是吃饭菜好一点 那个狗粮吃的话 给它怎么吃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下方告诉小北啊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喜欢小北的视频记得点个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来百万 跟大家说拜拜 来 拜拜 你说拜拜 好了 拜拜 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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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